从小就有徒生徒长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在那里 就是能带动自己的发展 带动乡亲的发展 那我觉得年轻人要耐得住寂寞了 也要能吃得了苦 年轻嘛就是用来奋斗的 现在就是全村覆盖的无线网络 随时随地都能在天天地头直播 所以就回来了 刚开始有点紧张 然后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后来慢慢的坚持了一段时间直播 看的人越来越多 话题越来越多都慢慢的暖场了 就是我们在苗家生活的日常 然后还有我们的耕作呀 农耕文化这些 还有我们的民族特色 像我这个苗服呀 也是在直播的时候 很多人会问我要练接 对 嗯 在广州工作了几年 然后16年是回来返乡创宴 当时也是正好大理发展乡亲旅游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策 对乡亲的一些基础设施 也会有很多扶持 我是本地人嘛 对家乡有种孤独情怀 然后到有政府这么好的一些政策引导 然后就是说 也想在家乡创造自己一番事业 就是现在这个生活好大 那比以前那要好伯伯 我先给你讲到 我这个男孩子 我都在那五十天 我两个脑袋 明年都要出英语 以前用到就不敢想了 我都在那边 有很多年轮 robust 我都在那边 我都在那边 我妈要说 我们在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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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个呢 我们唱厕所非常方便 而且呢晚班第一个啊 待着那个饭啊 冬天凉了以后到晚上就可以热一下 我就感到这个祖族一战啊 健身的质量啊 好轻易 好看 又好用 好满足群众的需要 现在见得像 都像个新房子一样啊 好满足群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